让我们来看狮子王的洗礼仪式 所有动物向百兽之王臣服 星巴被高高举起 接受子民的尊敬 在森林的阴暗角落里 一只小老鼠没有注意到黑暗中的阴影 它是刀疤 沙族飞来传话 刀疤今天早上又没有去仪式 它需要向木法沙回话 但刀疤不愿臣服 它甚至妄图捕食沙族 刀疤是木法沙的弟弟 它曾经挑战过木法沙的权威 军已失败告终 木法沙知道 星巴会成为下一任狮子王 统领整个平原 而刀疤 它这个头疼的弟弟 只要木法沙还在王位 它就不会被赶出平原 日出十分 木法沙对星巴说 阳光照耀下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国土 但是国王统治的时间就像太阳一样 游记游落 终有一天 木法沙的时代会过去 星巴会肩负起保护活土的责任 狮子吃羚羊 狮子死后 尸体变成青草 羚羊吃青草 一切都在循环之中 沙族带来消息 猎狗入侵边界 王后正在率领狮群抗争 听到这 木法沙让沙族带着星巴回到领地 它独自出征 在黑暗的角落 刀疤又出现了 星巴没有丝毫防备 不知道刀疤露出怎样隐狠的眼神 刀疤投出诱惑的问题 你知道北边的暗影地带吗 那里是大象坟墓 木法沙说过 就算星巴成年 它也不许去暗影地带 可是越危险就越诱惑 刀疤知道 小狮子不可能挡得住 为植兴起的诱惑 灰群之后 星巴不想让妈妈为它舔毛 匆忙的拉上娜娜 准备去暗影地带探险 它们在食草动物的蹄子之间乱跑 沙族找得眼花缭乱 不一会儿就更丢了 一路和娜娜打打闹闹 它们来到了暗影地带 这里到处都是巨大的骸骨 可怕的声音在四面八方传来 娜娜有些害怕 但星巴觉得 只要来过这里 就没人认为 它是小狮子了 眼中猎狗的身影一闪而过 在星巴探险的时候 猎狗群已经围了上来 更可怕的是 猎狗女王桑琪也出现了 它早就迫不及待的 想尝尝国王之子的味道 在猎狗扑过来的一瞬间 星巴和娜娜逃到了小洞里 它们虽然逃过了一时 但很快又被围攻了 星巴尝试着怒吼 却惨遭嘲笑 关键时刻 木法沙出现 它警告桑琪 绝对不要靠近星巴一步 在爸爸的保护下 星巴战战兢兢的离开了暗影地带 那天日落的时候 木法沙决定给星巴上一课 今天星巴的行为 甚至威胁到了整个市群的安危 这不是勇敢 是鲁莽 你抬头看天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国王 都在星空中看着我们 如果你感到孤单 抬头看看星星 他们就在那一直陪着你 父子亲密地在一起打闹 现在木法沙正直壮年 猎狗当然不敢挑战他的统治 但阴谋的气味已经开始悄悄酝酿 夜晚 猎狗群来了一位稀客 刀疤 他提出交易 如果猎狗群帮刀疤杀了木法沙 到时候猎场上的所有食物 对强者来说 与取与求 毫无阻挡 刀疤悄带着星巴来到峡谷 并欺骗他 只要学会了嚎叫 你爸爸肯定会为你自豪的 星巴还在傻傻地练习 自豪不知道 峭壁之上猎狗已经包围了这里 他们把脚马群赶下来 受尽的脚马开始狂奔 星巴在最前面跑着 缩紧身子藏在石头下 脚马群跑得太快了 星巴被逼跳上树枝 刀疤叫来木法沙 他跳进脚马群去救儿子 即使自己被一次次撞飞 浑身遍体鳞伤 他还是爬回到峭壁之上 就在星巴以为爸爸安全了的时候 刀疤出现 他偷偷交住了木法沙的爪子 把他针下悬崖 脚马群散去 木法沙的尸体就躺在峡壁之中 星巴以为爸爸至时睡着了 他全在爸爸的怀里 但刀疤走过来 说是星巴害死了木法沙 刀疤让他逃跑 永远不要回来 星巴太小 并不知道真相 真的认为是自己害死了父亲 烈气地逃走了 小烟中猎狗出现 那时问一下 猎狗们冲了出去 他们眼看着星巴掉下悬崖 两个小昏昏不太想跳下悬崖查看尸体 这有点太过了 就和女王谎报 说他们已经把星巴吃了 其实小家伙没有死 从那之后 星巴开始流浪 木法沙死后 星巴也失踪了 刀疤投了王位 他把猎狗群带进了荣耀大帝 从此荣耀大帝照上阴霾 星巴流浪不久之后 他就倒下了 直到头顶盘旋着秃鹰 他马上要被当作小点心吞掉的时候 远处出现一个快速移动的黑影 是丁满和蓬蓬 他们开始开小会 等狮子长大了 他成为我们这边的 一个凶猛的狮子 是我们的保镖 哇 那可酷极了 他们教会星巴一句咒语 哈库纳马塔塔 意味着无忧无虑 星巴听着听着 觉得有道理 但是 怎么养活一头狮子呢 第一步就是解决食物 吃的要和大货一样 而且不能吃大货 星巴迅速适应 在森林中很快成年了 光吃虫子 星巴长到了400磅 它真的吸收特别好 转眼几年过去 荣耀之地 已经快被刀疤和猎狗群吃光了 士群随时被猎狗监视 连杀祖都不能靠近 暴政之下必有反抗 等到晚上 娜娜躲过刀疤的监视 趁着夜色离开荣耀大地 在蓬蓬和丁满的教育下 星巴已经成了一个 及时行夺的大傻子 每天只知道吃虫子 只有晚上望向天空 它呀 才会想起爸爸说过的话 想起往事的荣耀 一里松茅被鸟儿叼走 被长颈鹿吃掉 被士可狼摔成两巴 随风飘动 在蚂蚁的搬云下 沸沸长老发现 星巴还活着 而一场大追捕 蓬蓬把娜娜送到星巴面前 它把所有事情告诉星巴 刀疤和猎狗无尽的掠夺 荣耀大地不再荣耀 你应该回去成为狮子王 而不是在这片森林里躲避 久违重逢 小时候的友谊化为浓浓爱意 星巴和娜娜相爱了 蓬蓬和丁玛难过坏了 他们的铁三角成为平行线了 然而 面对自己的职责 星巴只想逃避 而且峡谷里发生了什么 星巴也只字不提 娜娜非常失望 她独自离开了 迷茫中 沸沸长老来找星巴 她竟然说 木法沙还活着 星巴跟了上去 飞飞长老在树林间快速穿梭 星巴艰难地跟着 他们来到一处小河边 飞飞长老让星巴朝水里看 此时天上传来父亲的声音 回想起父亲的教诲 星巴终于清醒 他是百兽之王的儿子 一声怒吼 星巴迈开脚步 他要回到荣耀大帝 回到母亲身边 但是看到荣耀大帝满目苍蝇之后 星巴知道 夺回家园的过程 一定会非常危险 此时 彭彭和丁满赶到了 伙伴们开始行动吧 第一步是吸引外围猎狗群的注意力 星巴的计划是 美肉计 我们愿意表明 你饮料 和女孩的命运往前跑 星巴和娜娜趁机穿过边界 回到家园 正是向刀疤宣战 但是刀疤说 你难道忘了吧 是你害死了木法沙 他步步紧逼 差点把星巴逼下悬崖 此时 刀疤洋洋得意靠近星巴 想杀死木法沙那样 用爪子按住星巴 一切真相都清晰了 星巴瞬间咬住刀疤的头 刀疤的谎言被揭穿 士群和猎狗的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山脚的岩石洞里 蓬蓬好不容易躲过第一波猎狗 又被围攻了 但只有一只猎狗说错了话 他说蓬蓬胖 回到战场 狮子王后和猎狗女王终极一战 杀族和废子长老都在为王族战斗 刀疤眼看败事不可避免 他想偷偷溜走 却被星巴赶上悬崖 他又假惺惺的就放过 星巴同意让他逃跑 永远不再回来 但卑鄙的刀疤再次发动偷袭 这一次星巴不再怜悯 让刀疤跌下了悬崖 虽然这老家伙没摔死 但他新人的猎狗朋友 已经等不及了 大狱之后 五云散去 星巴站在父亲的位置上 荣耀大帝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电影 蓬蓬实在是太可爱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